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一个实现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实现了 将咱们当前所要编写的聊天这个应用呢 我们把它的一个数据库给创建出来 并且我们往里面去设计了一些数据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实现怎么样去发送信息 并且让它在我们当前页面当中进行显示 还有,把我们发送的信息保存到数据库当中 OK,那么大家来看一下代码 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编写的一些内容呢 其实主要就在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 Activity当中 那么在这里面呢,因为在早先呢,我是做了两条测试 那么现在呢,我要把这两条测试给删除掉 进入到当前这个布局当中,咱们来看一下 在准备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已经把这个布局呢,给大家来写好了 上方呢,是一个TestView来呈现我们的一个聊天界面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ListView 它表示我们当前对话信息的一种显示区域 然后接下来下方呢,我们给定的是一个相对布局 在这相对布局当中呢,我给定了一个Radio Group 分别显示回复以及接收 当然这里面我们演示的是,你选择回复的时候呢,我的所有的消息呢 都是在左方进行显示 如果你点击的去回收,消息呢,是在我们右方显示 所以呢,我给它是一个单选按钮组 然后接下来,下面是一个EditTest 以及一个Butt按钮,它们所组成的一个先行布局 好,整体的页面呢,是咱们显示的这种页面 那么在它对应的这些区域当中呢,我还添加了一些字段 比如,聊天见面当中呢,我给定的是一个Radio Group 回复和接收给它了一个BG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TestColor 我们项目当中演示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点击回复或者说点击接收 我们能呈现颜色发生变换的一种效果 那么这种颜色发生变换呢 我使用的是背景选择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Radio Button当中 TestColor的一个变化呢 我给定的是一个背景选择器 我呢,是在咱们当前的这个RES Drawable下面呢,写上了我们当前这个TestView-BG Selector背景选择器,Atom 分别为checked时候给定一个颜色 那么默认的时候给定另外一个颜色 好,同样了,除了我们TestBG呢 对于我们这个Input,EditTest呢 我也给定了一个背景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当前所呈现的这一块区域呢 它其实是一个圆角 并且它所呈现的一个颜色呢 还是跟我们当前这个回复的颜色比较相似 圆角回复颜色 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我们的Shop Shop里面的Counter定义我们当前的一个圆弧度 判定呢,我们给定它的一个 左上右下的一个间距值 Solid呢,我们作为它一个填充颜色 我给定的是B1B1B1 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颜色 你可以自己进行调节 接下来还有一个streaker,描边 它呈现的区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边框 到底有多宽 我给定的是EPS一相伏点 并且里面的Color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颜色值呢 我是取到了中间这块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我们点击Choose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给你改变颜色 好,不多说 我们回到当前的ActivityGoneMessage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编写代码 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有哪些组件需要呈现 第一个List of View Edit Test Button按钮 以及两个Reduce Button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空件呢 全部给它初始化出来 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是当前空件的一个声明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初始化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下方呢 我已经对这些空件呢 进行了初始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所要进行的一些操作呢 就是把我们当前的一些功能呢 给它实现掉 首先呢 我们给这个Button按钮 给它设置对应的监听实践 OK,我就给Button按钮 调用它的SiteOnClinkUp Listener 好,我们还是使用这次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让当前的Activity 实现我们的OnClinkUp Listener这个接口 那我们在这个OnClink方法当中呢 去做一些事情 那首先我们为了避免 我们后续还要有点击 因为我们后续还要添加投讯息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直接便利 我们的一个ID值 V点getID case22点 我们这个ID呢 是22点ID点 那我给起的名字呢 叫做man-submit 然后呢 我们封装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封装一个send的方法 好,我们创建该方法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实现怎么去发送信息 那么大家考虑 我们在发送消息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将数据添加进数据库 并且显示在我们页面当中 并且 显示在 页面中 也就是我们页面的ListView当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做到 清空 EliotTest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一些内容 点击发送的时候 当前页面要显示 我们数据库要保存一份 并且当我点击发送之后 这个EliotTest要清空 好,我们一次一次分布来做 首先第一步 我们想要去获取信息 很简单 我们就使用at.getaTest 大家这个里面 我们忘记把那个at给它声明 所以我们给它声明出来 它是EliotTest类型的at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下方 对它进行一下数据化 曼纲input 好,在这里面 我们就调用at.getaTest 调用它的一个toStream方法 好,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Stream类型的Message 好,我们要对这个Message进行判断 有可能我们当前的Message 信息为空 如果当它等于空 或者当我们当前的空值 比如用户什么东西也没有输入 .equals 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的时候 这说明我们这个内容呢 就不做操作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就直接用一个吐司的形式 toSt.makeTest 谈些信息 比如我们保存的信息不能违空 然后接下来我们使用toSt.lengthshot 最后收方法 好,如果出现这个信息 我们直接return 否则的话 我们在这下方直接来获取信息 那么获取信息呢 我们就要封装进Message 这个类当中 所以我们把这个类呢 也给大家来拿一下Message Message 我们就等于new一个Message OK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Message里面需要填充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你要填充什么样的信息 以及当前时间表示的Long类型的行秒值 还有一个type类型 那这些类型 我们分别给它来获取一下 第一个Message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定义它的一个int类型的type 那这个type我们使用的是谁呢 我们使用的是RG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radio group radio group我们获取get checkedradioBotID 如果等于我们r.id. 比如我们叫做慢缸relay 这个ID值我们表示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回复 也就是说如果你点击的是一个回复的话 我们直接选中的是谁啊 咱们在之前去写这个Message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有做指定 打开IT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复我们使用的是0 所以我们在这个Message杠IT当中 使用一个三分预算符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代算 首先是0 冒号我们跟上的是一个1 要不是回复 要不是接收 OK type呢我们就指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获取当前的一个毫秒值 而这个毫秒值 long类型的time 我们就直接拿当前的一个系统时间 OK Message字段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添加成功了 好 里面的Message第一个 第二个的time呢 我们也给定 还有第三个type类型字段呢 我们也给定 有了这个Message信息 我们就调用DAO的add方法 把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 扔进我们的信息当中 为了防止出错啊 因为我上面也有个Street类型的Message 所以我这里面我添加的对象呢 就直接叫做M 好 添加进我们的数据库 接下来我们需要显示在页面 而所有的显示在页面 在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添加进去 那怎么样显示到页面呢 这时候就用到了我们适配器 除了显示咱们的一个内容之外 我们还需要clear当前的一个输入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把AT 掉到它的一个set text 设定为一个空置即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适配的一个渲染 那既然想用到适配器呢 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想到自定义适配器 所以在下面呢 我来定义一个自定义适配器 让它继承着base adapter OK 实现里面的四个方法 好 我们以此来说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适配数据的适配器类 好 第一个get count 我们需要拿到的是一个数据员 那我们定义一个什么类型的数据员呢 我们就在上方直接给大家拿到一个list集合 里面放着我们一个一个的message对象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定义一个provide list集合 然后里面放着我们的message 比如我们叫的datas 我们就直接new出来吧 new一个array list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集合之后 接下来就得往这个集合当中去做一些数据的填充 其实就是我们每次添加一条之后 我们都往这个集合当中去扔一些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简直在页面的时候 咱们首先得往咱们这个datas当中 调用它的一个add方法 去添加我们当前的一个message 比如我们把这个m呢 也给它添加进我们当前这个datas当中 OK 那么适配器呢 我们就可以写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前适配器数据员的size 你比如我们例子集合的一个size大小长度 第二个呢获取的是一个itom对象 当然我们现在获取的itom呢可以定义成我们message之段 那它所获取的就是从datas当中 我们根据get position来拿到的size大小时之后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获取一个itom id 那这个id值呢我们就定义成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的id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获取一下 比如我们从datas当中调用get方法 从position拿到了之后继续调用它的一个get id 比如我们是一个intender类型的id值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retend的就是这个id 当然这个id呢我们进行一下判断 如果它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也用三笔运算符 我们用零进行填充 否则的话我们直接拿id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写的这个getitom id getwill呢我们也做一个复用的操作 所以呢我们在下方需要给大家写出来一个类 比如我们叫做class message holder OK这个holder需要哪些元素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每个itom所长成的一种样式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看一下 每个itom所长成的一个样式是什么样的 咱们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个itom 我呢也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我是在一个相对布局当中 去排放了四个test bill 左边呢就是我们所要填充的信息的区域 然后它的下方呢也有一个test bill 这个test bill呢定义的是我们当前这个信息的一个时间 大家看一下如果我要输入一些东西 你比如我们welcome一点击发送的时候 在它的下方呢我们需要显示出来这个发送消息的一个时间 或者说是接收消息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这个itom呢就直接先给大家拿出来了 回到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当中 我们要复用的其实也是这四个test bill 好 那么在这个复用类当中我就可以定义这四个test bill OK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已经把这四个test bill呢拿出来了 然后在我们get view方法当中呢 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那怎么去使用呢 这就牵扯到我们之前的一个list view缓存的优化 首先我们拿我们当前message holder 比如我们起个名字直接叫做holder 然后呢我们进行if类型的判断 如果我们当前的convert view等于空 表示我们第一次加载的时候 以及else 应该能想到我们这里面要进行标签的一个使用 把我们当前convert view当中 我们先给大家写一下 比如这里面我们使用layout inflater 从咱们当前from 我们使用的是当前这个叫做message activity.this 要用它的一个inflat方法 我们使用2点layout点 比如咱们叫做chart-item 以及对应的我们需要挂载的咱们使用空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convert view里面的所有的空架 比如我们这里面要使用到4个this view 我们通通放在holder的这4个属性当中 好第一点 我们先要对这个holder进行一下处处化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把这4个全部处处化出来了 那么处处化出来之后 我们就需要进行标签的一个打实 所以我们使用convert view 调用它的一个set tag 扔进来我们当前的这个holder对象 然后在else当中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convert view.get tag 然后复值给我们当前这个holder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一系列的复值操作 那么这个复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调用一下这个get item 去取出来我们位于某个position当中 所关联的这个message对象 然后拿到这个对象之后 你比如我们把它叫做m 我们该怎么进行显示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图应该知道 我们是根据type来显示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要便利当前message的一个type字段 if如果我们m.get type等于1的时候 这表示什么意思 1代表接收 这跟咱们message之段是一样的 然后同样else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们的一个回复 holder write 设置不可见 比如我们给holder.write 定用它的一个set visibility 我们设置它的一个可见性 使用view.gang 同样我们把这个write time也设置为gang OK我们把下面几个空间呢 也对它进行一个操作 比如我们把left set visibility 我们使用view.visible 同样的我们给定用holder.left time 也让它set visibility OK那么else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些空间要做一个反向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对它进行复制 第一个我们把left设置为可见的之后 我们就可以holder.left 定用它的一个set type 里面呢 就是我们从m当中定用它的一个get message 显示出来即可 那同样的我们除了显示信息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设置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对left time 同样设置它的一个显示内容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咱们效果当中呈现的是一个规范性的自不串 所以我们在上面给它添加一个 for what 一个类叫做simple data format 一个日期的一个规范化类 然后我们把这个simple data format呢 也给大家来初始化一下 我们就用一个simple data format 那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填一个partner类型的一个模式 使用四个小Y代表年份 两个大M表示月份 小D表示日期 HH时间 MM分钟 SS秒针 同样第二参数呢 我们使用local.get default 我们当前那个时区呢 使用默认时区 有了这个simple data format之后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就可以直接填充值了 这个的填充值呢 我们使用我们simple data format这个对象 调用它那个formate方法 它可以直接关联我们当前的一个 data字段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new一个data 而这个data当中呢 填上对应的一个long类型的毫秒值 而这个毫秒值呢 正好就是我们从m当中 用get time拿到的一个毫秒值 同样else当中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最终呢 我们把convert view返回即可 那适配器写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适配器 进行一些初始化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直接显示出来 上面我们直接声明出来 我们自己的一个适配器 message adapter 我们就叫adapter 好 我们new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我们lv 这样它的一个set adapter 扔进去来 我们当前这个adapter 同样呢 我们这个适配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们每次点击send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数据都在发生变化 所以呢 添加完数据之后 我们给这个集合数据增加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数据还得要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调用adapter.notify datasitechange 这样的话通知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员 已经发生了变化 咱们的listview呢 如果想要去选中每块位置呢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比如我们先把当前的案例 先给大家来运行一下 OK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当前案例已经运行出来了 然后我们使用welcome 当我们选中回复的时候 或者选中接收的时候 它所呈现的一个区域不一样 比如我们点击welcome 它在我们的右方呈现 比如我们点击接收 也来一个welcome 然后点击发送 然后呢 我们简单的做几个测试 你比如我再点击发送 然后接收的时候呢 wewe 然后我再发送wewe 我点击接收 按理说应该在我们左边显示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当前的listview并没有选中 但是它并不是没有出现 而是没有选中我们当前所呈现区域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下方给大家加上一个选中区域 我们就直接使用 设置当前位置选中 所以我们给这个listview lv 调用它的一个setselection 选中位置呢 我们就使用datas 调用它的一个size-1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个所有位置就可以拿到 好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把它测试一下 ok 我们呢 继续先做一个简单的判定 点击接收 asd 那我们先简单的来发送一下 你比如我发送一个welcome 点击发送 好 大家其实发现这个位置呢 已经跟着我们发生变化 你比如我们点击呵呵 点击接受 ok 它也是正在选中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页面的显示就能做出来了 那请问我们数据库当中有没有数据呢 来到我们ddms 选中我们当前这个项目 db对象 我们对它进行导出 circlelight 我们一关联 大家发现 我刚刚存储的数据呢 其实已经放进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后续呢 我们再进行操作即可 当然因为我的模拟器没有装入中文的输入法 所以我用的都是一些英文字母给大家做测试 大家如果在真具上测试的时候 你是有中文输入法 可以直接来做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给大家带入的一个聊天界面的显示 大家在下面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咱们今天准备的一些工作 你比如聊天界面 这个item 怎么去实现 我们把它做一个练习 大家把这个练习呢 自己也来写一写 看一看 当然它的答案呢 已经放入了咱们当前的一个项目当中 以便于大家写完之后可以继续查阅 这里面的一个背景呢 大家可以发现 我可以随着它的一个变化而变化 所以呢 是之前做好一个.9patch的一个切图 下面呢 大家可以把咱们这个item呢 作为一个练习 来实现一下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安卓存储的实现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麦子学院 更多精品课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发现 我发现 安卓存储